欢迎收看股市照妖镜 我是陈居然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妖来现行 好的台北股市大涨 你会觉得说这样的情况 从4月份5月份6月份 现在7月份8月份 一直不断不断在重复 所以昨天晚上就好是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重挫的时候 外资大卖的时候 你如果有正确的观念 你会知道 第一个你该做的功课是什么 第二个 你如果懂得从坐手控盘的思维下去看 你会知道 表面的大跌 表面外资的大卖 根本不代表趋势 4月5月6月7月8月到现在8月 这个关键你只要有掌握到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什么叫做散户思维 你必须要把它撇开掉 因为昨天的行情你如果慌了 觉得那个行情要翻空起跌了 外资大卖300多亿 你还会跟他认真的话 那真的这一波的行情来讲的话 你真的白走一趟 为什么 昨天我就有聊到啦 外资大卖 5月份啊 5月份三不五十 外资就大卖 有大卖370亿了 大家记不记得 有大卖250亿的 大卖270亿的 好 所以你先看到大涨快200点了 然后那个外资忽然之间 哎 翻手变买超了 这种剧本已经无数次了 从4月份到现在 你如果好好去留意整个行情的趋势变化 整个那个大家都找得到的筹码数字 这个找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行情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筹码数字 你再想一下昨天又是误会一场 又是消化一场了 所以昨天就好还是一样啊 我本着7月份一直到现在 你如果看得懂做手控盘的意图 大跌的盘 你有重要的功课要做 昨天的行情 这上面有日期哦 昨天的行情来讲的话 大跌外资大卖304亿 我还是在节目上跟你讲什么 我维持7月28号那一天爆量巨量 天亮长黑那一天告诉你的 不是空方式 不是空头格局 所以你看到的大量的长黑棒 爆量的长黑棒 外资大卖来讲的话不是追杀 不是弃手 一样我不会因为任何一根的大跌长黑 或是外资的大卖告诉你 行情小心哦 因为大盘到现在没有叠式组合的条件 你如果留意我的节目 我从4月份开始讲到现在没有改变过 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 回到我身上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这样子的 一直不断提醒大家每一次大长黑棒 每一次大跌外资大卖的时候我都在节目上直接告诉你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控盘者意图没变啊 控盘者的布局控盘者的那个整个习性没有变啊 真的有资金可以影响改变台北股市趋势的那两批的坐手 没有人要翻空啊 那我为什么要自己发明 告诉你这边行情很危险这边有人在出货 所以我一直聊到大盘到现在没有看到起跌 没有看到起跌的布局暗示 所以我不发明 我一直坚守一个原则一个态度 我尊重坐手的控盘 所以我不会拿着美国股市的涨跌 我不会拿着任何的新闻标题 我不会拿着任何看似专业的那一些经济数字 或基本面的数字 或是突发事件 来告诉你行情这边很危险 我反而一直告诉你 你要懂得大波段的持股 4月份到现在 你如果你自己都可以去我的YouTube频道去搜寻我过去的节目 4月份一直到现在我告诉你什么 昨天的行情来讲我就告诉你 一大早9点45分 9点45分 昨天那个大量的长黑棒 那个下杀重挫长黑棒就是游戏一场 你在Telegram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 我昨天有秀 你的手机拿出来你Telegram频道来讲的话 它一个好处你可以往上滑看到以前 所有我发的讯息上面都有时间 跑都跑不掉 还有日期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说 行情的观念 源自于大盘 大盘暗藏着资金做手控盘的意图我每一天都会在 我的LINE AT跟Telegram这一边来做分享所以你一定会发现 昨天大跌的盘我在LINE AT TELEgram这一边 同时发给你一个关键的时间你昨天如果知道 大跌的盘 有功课要做 金签一些股票不就是昨天大跌的盘然后跟着 航行易拉起来的个股 我先以这个概念来讲我从7月份讲到现在 那你如果可以秉除 回到我身上你如果可以秉除着 你自己对于涨跌 对于 表面筹码数字我很强调 所谓表面筹码数字就是所有人 你只要关心股市 网路上Google 每一天的法人筹码数字 大家都找得到 你找得到 所有人都找得到筹码数字 你就那个筹码数字家去解读多空 代表着 你不晓得如何解读 资金做手控盘的意图 我讲得非常明白 画面上这边来讲的话 这一根的长黑棒 你看不懂是游戏K棒 你看不懂控盘者没有把 这一根的K棒 这一根黑棒 当做是多空翻转 还自己拿着一些筹码数据偏空下去做解读 那你跟一般的投资人有什么两样 如果表面卖给你看 一根黑K棒大跌给你看 就是代表空 我们都不用上班 每天只要去看那些筹码数字 外资买就做多 外资卖就做空 大家不用上班 股市有那么容易吗 当然没有 相信这一根的天亮长黑暴亮长黑你怎么想的长黑棒都一样 我只告诉大家 对于资金做手控盘的习性 三秒钟瞄过去从8523一直到现在请问这条大盘的月线有没有被跌破过 没有 可是很多人连这个最基本的 迹象最基本的习性都没发现 就自己在发明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连尊重坐手控盘的态度都没有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这边来讲我希望就是说 我不是要批评或是要业余什么样的人 我是要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你只要一个态度对了 一个观念对了 这个大波段的行情 你不会自己胡思乱想 不会自己拿着任何理由 加注在那个 股市的行情里面 加注在你以为的外资 以为的控盘者身上 好不好 那这一段时间来讲我相信 对比大盘这个概念来讲你如果掌握住昨天 昨天来讲的话我相信你有看节目你有在Light这一边 因为昨天是大跌 今天大涨我强调过了 大跌的时候你有功课要做 大跌的时候你掌握住关键的时间有些股票会浮现出来 今天大涨了 你该掌握是昨天的大跌 今天大涨你是要看着你手中的股票往上涨 所以你做功课是大跌的不是今天大涨的 今天大涨是你要 手中有一些股票 那个我看他往上涨了 甚至 很多就好是在节目上跟大家所讲的 重要的族群 转型成功的个股 我相信你现在那个Telegram LINE这一边这些股票 四星KY 金鼎 星云 设备族群 我讲多久了 这些股票都是第一天吗 没有啊 环球晶 我讲多久了 从7月份到现在 大跌的时候环球晶被用来做拉抬控制大盘的 那个变化来讲的话 原像是最有趣的 前面原像在整理的时候 好多人喔 那个LINE很多很多网友 老师原像不是被那个控盘者所用 今天怎么又跌了 你看不看得懂门道 我告诉你的是如何看门道 你与其去笑你不如怎么样 与其去酸原像你不如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真的把你的资金拿下去买它 抱着它 你今天都看到什么 原像大涨 今天原像大涨多少 不用我讲 你打32227自己去看 我说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观念 一个态度而已 我非常强调尊重做手的控盘是一个必要的态度 就好是坚持了10多年 瑞玉2379瑞玉 我在节目上第一天讲吗 玉泰6679玉泰 你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玉泰跟一档 新唐我特别在节目上把他特别独立点出来 最近的表现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没有天天拉涨停 但是 他是很明白的 在大跌的过程当中浮现出来 然后最近来讲的话 行情涨的时候来讲你会看他有所表现玉泰 6679的玉泰 玉金光当然 这教老师来讲的话有点过几次 但这一档个股来讲的话我没有琢磨他 因为这一般的投资朋友来讲 我在节目上讲你大概也 只是看戏 所以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我不会把他当作是一个 希望你可以去操作他的个股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资金来讲 都没有到那种程度 好 科加KY包含了字邦 这两档个股来讲的话你看我节目你也知道 就好是带会员的波段持股 昨天大跌的时候 好几个 那个网友来讲的话在我lite这边 老师 我看到字邦了 老师 不是我看到科加KY了 你如果做功课来讲的话 字邦跟科加KY来讲是第一次吗不是啊 我都已经告诉你 这两档个股来讲的话是整个台北股是大盘8523 起涨拉起来 过程来讲的话 第一批转 转型成功的个股 两档都已经创下他挂牌新高了 耀越 耀越 这两三五四零的耀越来讲的话 我相信你在我节目 7月份来讲的话我 点名过 他是在走第 第几波的攻击 南电 南电来讲的话 PCB载版来讲我比较少讲 但南电来讲的话我有提过但这一档来讲的话我比较少讲 我看我的节目来讲的话7月份就集中在IC设计跟 设备族群 远展 我大概也都提到过在上个月来讲大家如果记得的话7月10号他就浮现出来了 当然 当时候来讲的话 苹果概念股 我上个月就已经提醒大家苹果概念股了你是看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微软 苹果 的股价 怎么样跟怎么样了你现在才发现苹果概念股 然后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只聊到 行情在这一边来讲的话我不是对于 那一个 生计防疫族群有 有那个意见 不是 我不是在批评或者是任何揶揄的 那个想法在讲说你现在来讲的话还在期待防疫概念股你还在那个 希望就是说生计股可以再攻一波的 我不是在揶揄你而是我在告诉大家 你如果一个观念 懂得去观察市场的氛围 就好是在6月份7月份的时候我非常强调 我不碰那个投机的那个氛围太过于 过热投机的过热的族群 因为太过于集中我反而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其他还有机会所以我节目的重点是说除了生计防疫族群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机会 我相信这段时间以来来讲的话 你只要掌握住 每个月大跌的长黑棒 你看哪些股票 被控盘者所用 你懂得去观察那一些被控盘者所用的那些个股也许是关键时间 杀下来的时候来讲的话 跟着大盘一起拉 你把那些个股 去把它注记起来然后观察它日线图 有没有转型成功的特色 那个就是你操作的答案 可惜很多人宁愿就是说去期待一些不该期待的或者是 一直不断的 聚集在很多人聚焦的地方 我不是批评 我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的风格是有点反市场心理的 你看我的在摩尔投顾的简介你都知道我一个部分 除了 抓资金做手控盘的意图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反市场心理 所以 我6月份就直接讲我避开 生计股 甚至我直接 在7月第1个礼拜就跟他点名 生计股 防疫干领股自己下去看高点都是 这一波的高点都是落在 5月底6月初 当然生计制药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7月份第1个礼拜 那我不是告诉大家这一边来讲的话他们没希望没救你再去 买它来讲的话你会很危险不是 我是告诉大家 我的原则我的观念 避开已经有主力出货迹象的个股 那些个股集中在哪几档 我已经讲过了 其他的 我在节目上 上个礼拜我已经花了时间告诉大家 怎么去看 日线图去看 很多的防疫干领股有一些哪一些的防疫干领股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 跌升反弹的格局 他会有他的特色日线图上会有他的特色 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来讲你至少 给自己一些简单的判断能力 而不是那种爆名牌 听名牌的方式到处去看 什么推荐个股 好不好 那回到画面上 我现在这档字帮来讲的话昨天 昨天还很大跌 10点55分 我昨天节目不讲 原因是什么 我的老股票了我干嘛一直点他 我也不希望你看我的节目然后真的 跳进去帮我拉股票 不是 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但这档个股来讲的话昨天你只要有做功课的朋友 因为好几个啦 好在我LINE的这边来讲的话 很喜欢跟我留言老师这边来讲的话 有哪些个股浮现出来 对 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可以 资方 还有什么 科加KY这都是我的老持股了 因为一个波段下来讲我就聊过嘛 这个波段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 大盘这一边控盘者没有看到起跌的布局 一路上下来讲没有跌势的条件 所以转型成功在走攻击路线的个股 只要他的特色他的迹象没有被破坏掉 他是一个大波段 大波段 大波段行情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从4月份一直强调到现在 你如果手中是大资金的朋友 你不要着眼于那种短线一两天两三天 那种短线的进出 而是你要想着一笔资金来讲的话如何被有效的利用 科加KY你看我的节目来讲的话我从哪个时候我6月份就已经6月份 你看我的节目我都直接跟大家来谈 我都直接分享 我是什么换U群 因为当时候我原本是 代会员买U群然后那U群的走法那个洗法我不喜欢 换客家KY 那一直到现在这档客家KY来讲的话我相信你看他的表现从6月份你从6月份自己去观察就好了 他涨多少了 维星我现在你有看我的节目都会知道 这档来讲的话跟客家KY 昨天客家KY是跌的 你愿意去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 去抓一些转型成功的个股然后去看大盘跌的说这些转型成功的个股来讲的话有没有密集的被失败 大家就会知道 措手有没有遗弃这档股票 就这么简单而已 这档维星来讲的话昨天 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但是一样 这三档是就要吃的 你看我节目都会知道的那种波段持股 所以昨天来讲的话 盘中LINE AT 我那个关键时间分享出去的时候 就这张图10点55分这张图分享出去的时候 好几个 网友来讲的话老师我有看到 字邦 当然啦你如果问说字邦还能不能买来讲的话不好意思你不是会员 但我老实讲我也不会带会员去拉字邦 因为 那个是高等级会员的持股而且是颇短的 我不可能带新会员去帮他拉股票 不能我不干 我不干这种事 所以我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一个最基本看盘的基本功 昨天在三档股票来讲的话 你看他 10点55分的时间 然后今天三档个股都有表现尤其是 字邦的部分大涨嘛 客家KY来讲的尾盘的表现非常突出嘛 他是一天忽然之间冒出来了吗不是他是酝酿出来的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行情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只要你看得懂 资金作手控盘的意图 所谓资金作手就是他们手中的资金部位 可以决定台北股市的趋势跟方向 只要你知道如何去判断 他们卖钞的时候 不是真实 撒多的意图 他买钞的时候 洗筹码的目的 又空的目的 还是等你跳进来放空 养空单的目的来讲的话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这么一大波段的行情 我在节目上已经强调很多次了 这么一大段的行情8523一直到现在可以创下历史新高 不在我的预期之内 我原本没有看那么好 你从以前你回顾我4月份5月份的节目来讲 我 从来没有看那么好过 没有 但是我只做一件事情 维持一个尊重做手控盘的态度 就这个态度而已 所以我一路在一路上看下来讲的话 一些转型成功的个股 转型成功格局没有被破坏掉 然后大盘在走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从来没有跌势组合的条件 从来没看到起跌拉回的布局跟暗示 没有好那我那一个转型成功攻走攻击路线那一些的波段持股 续报续报续报 我也没有料到可以从4月报到现在8月了 我只做一件事情尊重做手的态度 甚至我已经告诉大家你如果知道 做手控盘的意图在这一边 你有follow我的盘后的解盘文来讲我每一天的盘后解盘文来讲的话 我里面也不止一天强调了 创新高之后打下来之前他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布局 他本来就有暗示着 行情后面来讲拉高打下 他是震荡的过程 风险 增高了 但是这一边来讲的话做手控盘的意图是什么 洗筹码 养空等待延伸机会 没变 甚至你如果是控盘16式的学员 我都提醒他们这个波段下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 你如果从做手资金换手的观念下做推演 今年来讲的话 你几乎没有一个空头再来一次的机会了 你要等空头来讲几乎要等明年了 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从昨天就 直接告诉大家 你手中有资金的朋友来讲的话 不要再着眼于短进短出 现在有很多 一些 还没有发动攻击的个股 我在上个月就已经强调过了 有一些的平概股 苹果概念股来讲的话 机体还相对的低 甚至有一些转型成功在走第一波的攻击 还没有过前高 还没有 跟上大盘突破 套牢区 突破前波二月份那个套牢区 所以 你手中有资金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还有很长的机会去做一个 真实有效资金的运用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你看我今天你不要着眼于那种短进短出 而是你要想的是一个大波段的一个获利 这种大行情来讲的话你居然在想着两三天出一趟 两三天出一趟 多可惜 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讲的非常明白 而且在节目上我不是第一次讲 翼龙店 你所有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你自己去回顾一下5月份的节目 5月份的节目来讲翼龙店有没有表现 5月 我天天讲 我天天讲 我甚至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波段持股 因为我4月底在这边的时候就已经 介入 买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有谁可以从94块报到现在他 翼龙店创下挂牌新高 然后 将近 超过六成的 一个大波段的持股 我还没出啊 我讲的没有我在节目上讲的很明白不是第一次讲 我们报到这种股票了 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一根的震荡黑K 或是连续的黑K棒就把它 被洗掉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大盘都没有看到起跌的布局我为什么这种个股我报到我为什么随随便便一根的黑K棒震荡黑K棒就把它出掉 你如果观念对你就不会把这个过程黑K棒藏上影线 带亮藏黑这边不是带亮藏黑 这边是出货吗 反转讯号吗 没啊为什么后面会创新高 他的格局有没有被破坏掉 他的转型成功的特色有没有一直被留住他还在走第一波呢 他还在走第一波呢 你有资金的朋友你应该想着 如果现在还有一些的个股他是处于这个阶段跟易隆电 一样是处于这个阶段5月的易隆电 或者是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这个震荡的过程一个中继休息站的时候 那应该是你的机会有效利用你的资金你手中还有资金的朋友你应该是要想这一个 不是在那个两三天出一趟拉高出然后短线进出 你想一下 一档个股这样子 可以超过六成的获利 那你为什么这个过程拉高出一下然后这边还要想 哇能不能回到这个原点让我买 你应该想的是格局没有破坏掉我就持续的报他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子你手中有资金部位的朋友来讲你应该想的是这样 这个大波段你是后面来讲卖掉 4600点 你是 一边卖卖卖卖卖卖卖到 后面来讲我卖掉的股票居然后面还有高点 然后一转眼发现大盘涨了4600点 那你的观点说哇大盘涨了4600点所以危险 前面你一定是没有股票的为什么 2000点涨2000点多不多 多 2500点多不多多 3000点多不多多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移入到现在 4000点 4600点的 科加KY我相信你有看我的节目大家都知道 6月份的换股 两根的黑K棒 会员等级 两根的黑K棒 到现在来讲这边科加KY不是我第一波的持股 我如果要胡你来讲我可以说我买在这边我买在这边 不是科加KY6月份换股了换优群 到现在来讲的话也超过5成了 请问一下这一档科加KY来讲你有关你有去关注他的话 你如果懂得去判断他的格局来讲的话 你懂得从我节目我告诉你这一档波段持股我为什么抱他来讲的话 你就不会说 黑K棒这边几年黑 12345678 8根黑K棒吓死人的出货出货 他出货怎么现在还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你在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观念正确 你自然而然你会知道就是说 行情在这一边什么样的阶段 尤其是手中你有资金的朋友 你想的绝对不会 不能是眼前那个小小短利 你不能想赢投小利 大部分的投资人他可能是因为资金限制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撑不了那种他扛不了那种行情震荡的时候他扛不了 因为资金小 所以他风险承受度比较低 他没有办法有那一个权利可以去享受那个大波段的获利 可是当你手中有资金的时候来讲的话 而且又我就要是挺你告诉你这个黑K棒 他是游戏K棒 这个外资的卖超 我是当天就告诉你他不是空头 他不是在追杀 我昨天节目就告诉你了 不是空头不是追杀不是弃手 你今天回头来看外资的卖超300多亿 昨天卖超304亿是一场误会 那对我而言昨天我已经告诉你游戏 甚至我告诉你5月份玩几次了 当下你要回想一下 当下再来一次我5月份有提醒你 再来一次的时候 你能不能看得懂 尤其是你手中有资金部位的朋友 你如果看得懂而且我就要是挺你的话 你股票会抱得住 大波段的持股你就能够抱得住了 差别就是在这一边我希望 所以我这边我希望在这个行情这个当下 第3季 你要想的是 如果第4季 他还有一波年底他还有行情 甚至有一些股票来讲的话 他 也许在走第1波的攻击会延伸到第 第4季 甚至我直接讲白一点 有一些的持股来讲的话有些大波段的个股他涨多的创新高 他走3波攻击 最好是一些持股波段持股 3波的攻击就是我要获利了解 3波的攻击走完之后 后面来讲的话你找的就是什么 接下来第3季的行情 8月份9月份他开始在走第1波攻击而已 那个是后面要延伸到第4季的 当然有一些个股一个波段的持股来讲我还没卖掉 还没带会员卖掉 所以这边来讲我不能告诉你哪一些的个股他已经是走 走第3波的攻击 我在节目上先透露 有一些创新高的个股 第3波的攻击也许在第3季就是我们获利了解的机会 我会了解完之后来讲的话 那个第3波攻击走完的 你再去买他再去抢他那就是个跟生技股一样一个赌注 好不好 樊轩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 樊轩今天有没有涨没涨啊 樊轩没涨啊但我还是讲他 我早就有一个7月份就能告诉大家了 IC设计 设备族群 樊轩是不是领头羊 他是领头羊之一啊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我已经强到N百遍了 后520 台积电什么时候 开始不被外资卖的 520过后 很多人都忘记这件事情 或者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这件事情 只是在后面来讲台积电好强 我能不能买他 可是很多人忘记 很多人不知道 外资什么时候开始不卖台积电的 你如果follow我的所有的节目上所跟大家聊的观念来讲的话 我在5月底我先告诉大家 520你观察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台积电如果不被外资一直卖的话 台北股市 当时候我就提醒大家台积电一直被外资卖对不对 台积电也会变空投股票 没有 台积电一直被 外资卖对不对 但台北股市有没有翻成空投 没有 那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就是如大家所看到的 思维 我5月份告诉你 后520的观察重点是什么 一个代表作就是从 樊轩开始的 这档樊轩这样也六成了 超过六成了 他有没有结束 你看我节目应该都会知道 这条叫做月线 这条叫做季线 黄青交叉开口向上然后日KD现在一直在零轴上方 他第一波攻击都还没走完 你还在这边带亮长黑暴亮长黑 观念 好不好那这边来讲的话 维新我现在你看我的节目来讲这就知道7月份的 7月份的个股 这样是不是很飙没有 但是他是一个转型成功的代表 转型成功的代表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一边来讲我一定告诉大家 这一档维新来讲的话不是我第一波的个股 我第一波个股从4月底开始爆的 那维新来讲的话 他走到7月份来 他已经是第2波的攻击的 第2波的攻击进行式了 所以你如果知道怎么去看一档个股的 格局 你不会被这 就是几连黑 12344连黑 月K4连黑 出货 变盘 十字线 很多人很喜欢搞这一套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很多 回到我身上 很多人喜欢搞那一套 但是他从 从来没有发现 他如果把那个东西化作式操作来讲的话 他早就被嘎 嘎爆不了几次了 我不是要批评 而是我希望你看我节目 你懂得下去反思 观察一些市场的一个生态 观察一些市场的氛围 观察一些市场的说法 你懂得去反思 懂得从行情去回顾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就好是会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强调大家什么 什么叫散户语言 原因就是在这边 当然我不希望就是说 我不怕得罪大家 我不怕得罪特定的人士 我是告诉大家 你看我节目我希望你有所收获 至少你懂得下去思考 你懂得下去思考 不要忘记我在你一个 7月份我已经强调这件事情了 原因是什么 当时我已经不断来提醒 我不是生计股那个杀下来说我才提醒你 我是7月份 一开始那个生计股还在飙啊 生计股那个一些制药 制药的个股来讲 那高点在7月份第一个礼拜 我在7月份第一个礼拜那个生计股还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醒你这件事情了 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变 你看我的节目你可以去YouTube频道去搜寻 你就知道你看以前的节目自己去搜寻 所以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7月份过了现在8月了 转型成功这四个字 我不想想你在你心目中来讲你的心里面来讲的话有没有感觉 或者说你有没有 一些的方向或目标 我已经告诉你 第三季的行情你的关键就是在这个 要找到这些个股 我刚刚也告诉大家了 现在已经是7月过8月开始了 接下来讲的话 有一些转型成功 包含了菊老师的波段持股里面 有在走第三波攻击的 所以菊老师在抓一波转型成功 走攻击路线的个股来讲的话 波段获利我会抓他 第三波攻击走完 如果你看得懂什么叫第3波攻击走完 有一些个股 你在8月份 9月份的时候不能去拉回找买点 你在8月份9月份你要有能力去找到什么 转型成功在走第1波攻击 甚至转型成功第1波攻击走完在酝酿第2波攻击第3波攻击的个股 第3季 8月份 他在走转型成功 从第1波攻击 的这些 某种特定的个股来讲的话 他延伸的是第4级的行情 回到我身上 我跟他强调这个观念来讲的话 无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有个目的 我希望聚集 你手中真实有资金的朋友 你有机会变成是股市的精英 我希望 这个月 三名的精英我只要三个 因为大资金我不可能我这种 清代的服务我这一种是 亲自沟通亲自告诉你资金规划亲自跟你 哪一些个股来讲是我们有 波段的一个 爆股 哪一些个股来讲的话我会评估 短线进出哪一些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你要操作是低价 高价 还是中高价 我只需要 三名的精英而已 所以你手中 资金的朋友来讲的话 欢迎你跟九老师 在Lite这边做一个互动 我们是亲自电话 那我当然会了解就是说也许你有换股的需求也许 你这一边来讲有些个股你不晓得怎么出发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见证 一起来做一个什么 波段有些个股 我现在找一些个股是要延伸到第四季行情的 跟上 就好是让就好是挺你 接下来讲你一定会在 震荡整理的过程或是那个长黑棒 像昨天那行情再来一次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所把握说这一根黑棒 他不是空头黑棒 我昨天我很强调这件事情 大跌的时候外市大慢的时候你要能够看出来 那个不是空头黑棒 当你知道他不是空头黑棒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那一天的行情去砍股票 你为什么要在那一天的行情来讲的话随便乱卖股票 格局对 转型成功在走攻击路线的个股 你不能被那种 你不能被那种不是空头黑棒甚至游戏黑棒的行情给他唬弄住 所以 三明精英来讲的话 你要有企图心 我要你想的是一个大波段延伸从第3季延伸到第4季的 衔接到第4季行情的个股 这中间来讲的话大盘 会有一个震荡 会有也许是什么区间下影 会看到 但是那一些转型成功 会延伸到第4季的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是 提早部署而且是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度过 而且在第4季会有一个表现 而不是第4季他追那些的个股 所以你如果 喜欢去追股票 夸拉涨田去追 不要到我这边 我不追股票的 我讲得很明白我在节目上不只讲一次 我不追股票的 我买股票不是用追的 所以你是习惯性用追的人来讲的话 你不要在我这一边 当然你看我的节目给你一些观念 如果你愿意接受来讲 慢慢去调整 那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看得懂 大盘 跌 外资卖 所有人在网络上Google到那些的 表面的筹码数字 你要懂得去看 资金的控盘意图 那个才是重点 你如果愿意想学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欢迎你 在这边跟教老师做一个互动 这个月我要的是精英 因为开始来讲我要找的是 可以延伸到第四季行情的个股 祝福大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